这是一个丰田BJ的店 你说这的名字是谁得起的 还嫌大家记不住吗? BJ还分大小血 BJ四挨着死 这车现在优惠六万 还是老老实实看塞纳是对的 想要猜 想要猜 店内介绍是有回三万 没说六万的事情 有客户在 我也没问 反正我也不会买这些车 这还有小鹏的展位 G9和P7 哎呀 P7打下的江山呢 现在让小鸟祸还得够呛 拳头产品也不能一直靠P7 P7都已经上市多少年了 G9当时定价还出错了 有点太高看自己了 今年新能源搭起牌 不知道小鹏市场份额 回头会发展出什么样子 这边的商场里是小鹏 P7和小鹏的G9 看来接下来主打的车型 还是G9 也是 定价招的车型利润也大 我人是差一点就买这个P5车型 因为也是相中它这个车空间大 但是定车的时候交了5000块钱 等提车的时候政策实际上和直接买没有什么差别 加上它把免携带管的政策取消 最后没有买 其实没买挺好 这里呢就是电车喜欢主打的露营模式 它这个车空间其实比脾气要大 而且前驱车在东北的话不用担心冰雪露面 换了几个台就可以 只不过坐中还有三车实车的外观 确实是不怎么样 它整个车的外形设计 我感觉和爱爱爱差不多 现在领跑的轿车也是这个风格 它这个车顶的造型其实还不如爱爱的 刚好这儿有一辆 我就说这个P5和领跑的C01有点像 C01是三块屏幕 对配置自主品牌 特别是新势力一直在好 有 感觉这个车做工比之前那个SUV好一点 这个车是 无边框的车门 四门无边框的车门 配置确实还挺高的 这是电动座椅吗 它这个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是因为有一个 加了一个书想包 然后后排有 这个是加钱有的配置 然后可以调座椅 然后后面就可以调 调一个调 又副架后面的座椅 不是标配 不是标配 他说这个是书想包有的配置 15000块钱 带走 这个书想包15000块钱 确实不是只有一个配置 它这个后排的头部中间 1米75座里 我座里面 刚好头发顶到玻璃 反正跟特斯拉摩托3 差不太多 但车顶人家这个 材料看着确实是高档一点 411的增程版 它确实进气 它这里就开孔 开孔太奇怪了 开孔太奇怪了